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对生命的热爱 对死亡的恐惧 对来生的期待 所以他们认为人死后并没有真正结束 这也是葬礼文化产生的原因之一 葬礼文化是世界共有的一种文化 其中表现墓葬建筑上 比如埃及的金字塔 印度的太极林 中国的秦始皇陵 关于葬礼方式也是千奇百怪 世界各民族中有土葬 海葬 火葬 水葬 后葬 天葬 洞葬 树葬 玄关葬 壁橱葬 石葬等多种形式 人们所选择的葬式都是为了能够好好地保存 离世者身体的完整 所以在秦始皇陵中有水银的存在 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好秦始皇的尸体 但是至今为止都没有人见过秦始皇的完整身体 令人惊叹的是 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句千年不符且念淡微笑的女尸 尸体千年不符就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但是据专家的研究 在新疆的确有地方具备这样的地理条件 本着真是一件神奇的事 根据专家的研究得出 这位女尸的下葬方式是传葬 棺材的材质是胡杨树 整个棺材被一块牛皮包裹着 根据女尸的形态和陪葬品 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已经远离我们的文明 它留给后人的不仅是脸上的微笑 还有文明的财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